好像有點帥 好 嗯 其實我今天 我今天來超開心的 首先當然是 我跟吳智宁是認識非常非常久的朋友 他基本上是看著我長大 當然中間他 就是會 我沒有差那麼多啦 而且 我覺得其實我變了很多 但是他超級沒有變 他連造型都一樣 對 而且我剛剛還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今天表演的歌裡面 每一首歌我都會唱 我根本就他迷妹吧 超狂張 我剛剛在裡面唱超大的 尤其是也許像星星的時候我整快哭了 他說不行我帶他表演這樣 對啊 總之 首先就是當然見到他很開心 那其次 因為我現在很享受呢 每一次在這種時候可以看到很多 前面的演出這樣子 就像剛剛看的曾卡朗 因為我剛剛前面就是花了一點時間打理自己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從那個 對 鬥鬧熱走唱隊的一半開始看 然後後面我就幾乎每一個都有看到這樣 所以 很享受 然後 其次是 我剛剛還去拜拜 我剛剛 就很認真的 念香這樣子 然後看那個規則 有點不好懂 但是 覺得 今天在這邊 應該要祈求一個 在場的大家都可以平安順利 因為我覺得是 呃 我其實 我其實 我很努力的想把它背起來 我寫得很長一段 對不起 我要看我愛邊 就是呢 這個地方很酷 首先大家剛剛應該有聽到主持人說 這邊是在1925年的時候 臺灣第一個女權團體在這裡發表了他們的第一場演出 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 覺得 噢 天啊 那我今天要 就是要更認真的準備我要講的話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 不能 對不起 站在這裡 的感覺 那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我們在天宮的面前 然後大家 帶著自己 對於土地 對於 嗯 世界 對於 人生 對於彼此 各式各樣的 意念 強烈的意念 來到這邊 我覺得這本身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不過其實浪漫這件事啊 在 很多年前 在 以前的時代 它 它是 不容易的事情 浪漫是 燦爛 但卻也 卻也辛苦的 或者應該是說 由於特別辛苦 所以特別燦爛 我不確定是怎麼樣 但總之 以前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我們 我剛剛講到前面 包括人如何學會語言 以及就是 呃 我今天來這邊 我的心情就是 我近期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是 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大家也知道嗎 我們 很自由 很多元 我們很容易可以好好 可以 發表我們的想法 這樣 那好像 要做很酷炫的事情 也變得很容易 好像 容易到我們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忘記 它其實是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這樣 包括我們今天可以 講成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今天腦袋裡面 可以裝這些東西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們自己 花了很多力氣 而成為今天的自己 我們身邊的人 花了很多力氣愛我們 那 在這塊土地上 很多人花了力氣 讓這塊土地 變成今天這個模樣 對 所以 呃 我近年 就是不斷不斷的 在學習謙卑的過程這樣 我就是一點一點的意識到 我好像覺得 自己很厲害的地方 我就立刻又覺得 啊 不行 我還要再更好這樣 那更好是為什麼 我今天 就是 很 很努力的去追求一些 所謂他人的 的 稱讚 或是他人的肯定 這個 世界 各式各樣各個單位的肯定 這樣 好像是 因為 可以把這些肯定 再拿回來 變成一個力量 再去 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這樣 那其實也是很渺小啦 說實在話 對這個世界的人 但是我能做 我就盡量做 我覺得這是 就是我近年的一些體悟 所以 今天來到這邊真的很榮幸 再一次再次的感謝大家的前來 然後非常非常感謝邀請我 如果接下來 還要辦的話 就是只要我 只要你們早點跟我說 就是 我很樂意前來這樣 然後 我想這個也是 我想這個也是 就是我在 從很久 那是幾年前 20 12年前 12 12年前 就是從那個時候 知道有這個活動 那今天 我去理解 賴何一是這個人 這個 這個文字工作者 以及 這個 這個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 我覺得 然後以及 為什麼會有 持續會有這樣子的活動 為什麼大家要 這麼辛苦的 工作為了 就是做一場表演 然後傳遞這些思想 這些都是我一直 一直在咀嚼 然後不管我變形成什麼樣子 我都不想忘記的事情 所以 呃 就是這樣 再一次的感謝大家 好 然後由於 就是我 我已經把我最長的一段話講完了 就是 我接下來好好的表演 我剛剛在那個IG上面 請大家選 你們今天想要聽 比較帥的歌單 還是比較感性的歌單 最後比較帥的贏了 所以我要唱這首歌 這首歌 天已經要光